我們現在要來測試一下這個四分馬達 180度的 那它測試有兩種 一種就是搭配我們有一個互動的方式 叫做拉霸 這個可以用對不對 那另外還有地方有拉霸 是在哪裡 在我們遙控器下面是不是有個拉霸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遙控器來測試好不好 我們先從這邊 早上寫的各位還在嗎 如果在你就繼續用 不在的也沒關係 你就先開我這個也可以 在簡報第78頁那裡 我們因為最後面我們用遙控器 所以我就選擇用78頁 遙控器的這個拉霸來跟各位做測試 有沒有簡報78頁 有一個寫好的你可以先打開 簡報78頁 你打開我的範例之後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第一個當然還是把你的號碼 是要放進來 Device ID 所以我把這個Device ID 把它放到裡面來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的四伏馬達 你可以找這裡 四伏馬達 它是屬於左手邊 是不是有一個叫玩具跟馬達 這裡打開 有沒有就看到了 它裡面老實講就這三顆而已 所以呢你也是一樣先設定角位是多少 那比較特別就是它的角度的設定 有分兩種 一個就是你手動輸入 另外一個我可以用程式來控制 也就是上面這個是固定的 有沒有上面這個是固定的 所以那固定就是說你設定多少 它就永遠都是多少 下面這個就等於我可以放一個變數嘛 對不對 變數帶進來 我就可以改變 那我現在呢先用第一個 所以我們這邊是不是也有了 我們就插在0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呢 LA點體真的角位不對喔 是14 12 13 好 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那我們 示範一個風明器 風明器 如果你現在沒有設定也沒關係 我們要測試的時候再說 我現在就play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的動一下 你馬上就聽到了 對不對 我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有沒有稍微動一下 好 那你看喔 在這邊 我們這裡 不是有一個拉霸嗎 你先拉動看看 但是手要拿著喔 這樣 有沒有會動的 這樣有沒有很療癒 對不對 欸 拉動這個 那拉霸的工具 它是怎麼寫的 我們來看一下 在下面這裡 就是這一段 這個 我們可以指定 這個拉霸 它的什麼 從左邊到右邊 是0 到 180 再來呢 我每拉動一次 它的間隔 是差5 那它的預設值 90 是擺在正中間 有沒有 這樣了解它設計的意思喔 那麼你可以先試看看 就是拉動看看 那麼當我 設定了這個 拉霸之後 我是在遙控器上面 我把它的 到底拉到幾度 把它顯示出來 第二個 我是不是去控制 真正的馬達 去轉動到我 拉霸所產生的數值 這樣有沒有對這個程式有點概念喔 好 所以你看 我們剛剛在做的時候 在這裡 我在拉動 有沒有發現上面數字在改變 對不對 上面數字在改變 那你就可以先找一下 你們加90度大概是哪一個位置 因為你現在都已經放到 那個乒乓棍上面去了嘛 所以是不是可以先找到你們加90度大概是哪一個位置 你如果現在這個角度不對 比如說我現在放上去了 哇 這樣打到地上了 對不對 我就把這個拿起來 再轉到這邊 假設這樣是90度的話 就代表它是關門 還是你希望一開始進來就是開門的 你就把它移上來 這樣了解嗎 先找到你覺得它 預設進來之後 想要放的位置 原則上就是看你是要開門或關門啦 很早人家關一半的 呵呵呵 這樣有沒有概念的 所以 先測試這一個 看看你180的 在轉動的角度上 是可以大概到幾度 因為每一個都會有點落差 也有可能不見的是怎麼樣 完全的0到180喔 就是有時候也許只要到170 你就稍微轉轉看 看看它的一個效果到哪裡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轉到 沒有辦法轉到某一個角度 你可以去調整它的這個數值 也就是說我可能不是從0到180 也許你是0到170 或者甚至我只有10到180 也有可能 就是你把這個數值調整一下 這樣比較不會轉到好像很奇怪的角度 這樣子 不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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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